类别的名称 特别注意这个类别名称呢 也就是说 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我要一个builder 这个builder的话 你要在哪里创建一个 一个小视窗 那其实那个anjoy是画出来的 那你就是要在哪边画 要告诉他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里面会有告诉我们说要传一个参数叫context context理论上就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就是说 我要跳出来 你要告诉我说你要在 哪一个activity上面跳出来 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后面就要告诉他在这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上面的名称 有没有 这上面的名称 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就在这个类别里面 所以我的.list OK所以这个名称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从什么 从上面把它复制 这个地方有没有把它复制 贴过来 后面加个.list 这样子他就知道我将来秀 那个对方我就秀在这个这个activity上面 OK 那这个类别的名称 叫做 builder 那builder里面 我要制定总共 我刚有title你要给他 所以 点 有没有 所以这个builder后面有个点 set title 名称叫什么 你给他 dm message set message 然后呢给他什么 版本 那因为我要换行所以斜线 加一个 作者 所以秀出来的话呢 就会是message 再一个什么呢 set 这个什么呢 positive button 一个button 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的部分的话 叫做positive button 那有关button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书上面也有一个 一个选单 在各位可以看到在 应该是 在那个 15之9页 上面会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告诉各位 说 如果你setpositive button的话 就是确定 如果你是set negative negative button的话 就是放弃 然后还有个什么 set 那个 那个 Netric Netric button的话是放弃 取消的话是 negative button 所以会有三种button的样式 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个最多最多几个按钮 就三个按钮 最多三个按钮 不会有第四个 就是你就放这四个 然后呢 分别如果说你要在button按下去 会有什么动作的话也要实做 这个地方 跟那个button上面一样 要给那个lesson 然后有这些方法 不过我们用到就112 后面几个没用到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 最后记得一定要怎么 把它点show 点show跟那个toss一样 因为toss弄完你最后点show没出来的话 它也不会 就讨论了 我就是